我聽到的震怒 倒不是這一個公文 之前我們在討論這個 里奧行銷當代建設 還有他的這個水源 農村重劃案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是第三案 第三個證明說 他跟這個建商有關 而且這中間可能有貓膩的案子 當時市政府發了一個回應 叫做過去背景之間 把這個案子重啟了 結果這個公文 我們一拿出來講 這個完全就可以來證明說 其實林志堅對於水源農村重劃的態度是什麼 態度就是說 我們先把他擱置著 高宏安下令去徹查市政府裡面 誰把這個公文提供出來 而且他在事務會議上震怒 我們搞不懂為什麼高宏安 看到了我們這個 給他一槍斃命的這個說明 他反而不是檢討市集 他反而是來檢討 他局處的同仁 然後要抓出來 然後嚴懲 他拿林志堅出來講 剛好都是對照組 對照說當時林志堅的嚴格把關 跟現在高宏安跟他的建商好朋友們 那麼快的經過 通過他這個餐飲 你連招待餐飲 他可以算你一頓多少錢的花費 平均一個人多少錢 標準很嚴難 包括住宿 住也算喔 包括饋贈 上手錶也算了 上手錶也算了 包括名車接送等等 所以法院的不正利益 不是我們傳統認知的 整首都賺錢 才叫不正利益 其實是這樣子 我聽到的震怒 倒不是這一個公文 還有別的東西 之前我們在討論這個 李奧行銷當代建設 還有他的這個水源農村重劃案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是第三案 這個已經是 我們剛剛講寡婦了 講民主斷 這個是第三案 這是第三案 第三個證明說 他跟這個建商有關 而且這中間可能有貓膩的案子 當時市政府發了一個回應 叫做過去背景之間 把這個案子重啟了 其實呃 陳彰賢在代理市長的任內 有做這個綠資源的審查 結果我們找到了一個 公文 他是二零二零年林治監市長任內 發給這個重劃會的一個公文 這個公文裡面 清楚的提到說 因為有很多的計畫 包含輕軌 包含大車站 還包含這個水源重劃附近 有所謂的藝文高地 有兒童探索館 這些計畫要來進行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新竹 X基地的計畫要來進行 所以相關的都市計畫 要檢討過後 這個市政府才願意讓這個重劃會 把重劃的計畫書再送進來 我們依照新的都市計畫 來審議 看看他適不適合這樣子辦重劃 適不適合有沒有符合都市發展的 這個區域的這個需求 結果這個公文 我們一拿出來講 這個完全就可以呃 來證明說其實林志堅對於水源農村重劃的態度是什麼 態度就是說 我們先把它擱置著 還有林志堅在他任內宣示的 我們不再接受新的這個自辦重劃 我們都要做公辦的重劃 這些種種態度都代表林志堅的態度 對於水源農村重劃 是擱置了 是沒有進行的 結果完蛋了 我們害到我們過去的同事了 高宏安下令去徹查市政府裡面 誰把這個公文提供出來 而且他在事務會議上震怒 表達說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而且要嚴懲他 我不懂高宏安為什麼 我們在種種的這個爭議 種種的這個討論 其實重點是剛剛政委委員講的 委員講的沒有錯 林志堅沒有住在回建築 陳彰賢代理市長也沒有住在回建築 現在被證明住在回建築 收受這個建設公司不當饋贈的低價的分租 套房的這個承租的 是你李中庭跟高宏安 那一方面又再一次的很多事件都被證明 不管是都更案也好 重劃案也好 一再的都被證明說 是你很很可能是你火速的讓他推動讓他進行 這中間才是你要說明的事情 我們搞不懂為什麼高宏安看到了 我們這個給他一槍斃命的這個說明 他反而不是檢討事件 他反而是來這個檢討他舉處的同仁 然後要抓出來然後嚴懲 所以他面對你們這個公布的資料 他沒有去想說自己是不是跟建商利益糾葛太深 因為他一直撇清沒有任何沒有跟建商有任何的利益糾葛 沒有拿建商的任何好處 他反而是查說我這個資料為什麼會被流出來 是沒有錯 因為他有小兔事件 得以所思 那會不會影響到處長 一定影響的 我們現在 等著下一波人事公布就對了 我最近看到這些局處長 我都跟他們說 高宏安人家太不正雄 然後大家看到他的民調 他民調全台調查為其來有志 那個絕對是他第一市政的表現 絕對是不好 已經過了八九個月了 你說再怎麼新手要怎麼學習 八九個月也該讓你證明說 至少你可以證明說你有心與市政吧 結果我們沒有看到 再來他惹出了這麼多的糾紛 這麼多的爭議 他也不好好地說明 你現在有一個新的料 要補充這個定譽委員的 就是寡婦樓的環評的部分對不對 寡婦樓的環評 剛剛只討論都為什麼這麼快 為什麼搭火箭班快速的讓他過關 你現在要講的是 連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恐怕他評審委員也有貓膩 我拿這個資料出來 不曉得會不會又本來是害了毒霸出的同仁 現在會不會環保局的同仁也要被我們害 高宏安市府的回應 今天我看到他的回應 沒有人去抹殺基層公務員 大家在質疑的是住在回建築的高宏安 所以這一個案子我看市府在現在兩個都更案 一個是寡婦樓都更案 另外一個是民主段都更案 市府或高宏安的回應都會抓著說這個林志堅的歷程 他說過去林志堅在寡婦樓裡面有相關的什麼作為 剛好這變成對照組你知道嗎 林志堅在裡面是嚴格把關 連環評都是嚴格把關 對應的就是高宏安加速通過 剛好在這一個民主段 也同樣他說這個是林志堅市長所啟動 對比剛好又對照組 對照高宏安後面你做回建築的這些相關的建商 後面快速的通過 所以他拿林志堅出來講 剛好都是對照組 對照說當時林志堅的嚴格把關 跟現在高宏安跟他的建商好朋友們那麼快的經過 通過法院的認證是這樣 就是說法院的認定不正利益 過去的見解 過去的傳統都說拿現金 剛才董侯哥說的 整箱裡面兩千萬都是現金 但是法院裡面也有定語委員剛才講 他這個餐飲 你連招待餐飲 他可以算你一頓多少錢的花費 兵去一個人多少錢 包括住宿 住也算 包括潰震 上手錶也算 剛才辦一個拿那個海洋樂園的券也算 包括名車接送等等 所以法院的不正利益 不是我們傳統認知的 貴手都賺錢 才叫不正利益 這個來對應的是高宏安 住豪宅 這個回建組 不論他是李中廷的簽約 或怎麼樣 他實際上有在那邊出沒 他有豪車 不論他現在在抗辯說 我有付什麼租 我有匯款 那個拿不出持續的證據 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那麼久了 拿不出說我按月去給付的證據 按月給付的銀行匯款紀錄 法院會看的是這個 你有沒有按月 還是事後 東窗事發後再去做這樣的一個 有點像是竄證 今天他的回應裡面 有關於 我要這樣說 其實法院我特別去看 如果今天對一個都更的加速 會不會是認定上面有沒有違背職務 或不違背職務收費的問題 剛好有一個案子 許志堅 許志堅是當時那個朱立倫的副首 副市長 許志堅 他當時有一個上訴點 這是最高法院的判決 他裡面講說 我收受賄賂 跟這個加速都跟審議通過 有沒有對價關係 他在質疑 因為他裡面在不斷的抗辯是說 這個許志堅講說 當時我是跟這些 建商好朋友玩交換禮物 我當時跟這些建商好朋友 是因為他入處 入處的禮節 客觀上有不正利益 他是重判 這個是最高法院判決裡面結入 是這一段是他的質疑 最高法院是把他駁回 打他臉說 你這些質疑沒有意義 我依法辦理 但我依法還給你加速 重判十年 這樣也十年 因為他交換禮物 他拿到什麼禮物 他裡面有手錶 他拿到手錶 拿到手錶 所以他的不正利益範圍 他給建商什麼禮物 我現在這樣講 會贈 餐飲 住宿都會被算 今天高宏安的豪車豪宅 照前局長的講法是 這才是剛開始 確實剛開始 為什麼 這裡面的不正利益 跟兩個都更案 跟他的建商關係 就是屬於 已經法院有判過十年了 該判就要辦 我最後 再看這件事情的未來 回到錢康明的那句話 擋人才入 我來看見到他是否 不錯 然後就這樣 所以說 因為他有用了 我來看見到他